同学们好,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地老师。 上次课,我们详细介绍了事物现象题的内容。 今天,我们进入听力对话的第二个主题类型,数字时间题。 这类题的对话内容跟数字有关系,特别是时间日期等。 我们先来听一个真题。 选项A,没过期。 过期是五级词,表示超过了某个日期。 什么日期呢? 就是C答案中的保质期,也叫保质日期。 在保质期前吃或用某个东西没问题,过保质期,东西可能就坏了。 我们看图,水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? 对,是12个月,也就是一年。 这个图中,水瓶盖上是什么日期呢? 生产日期。 在递选项中,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日期。 这个对话里,有时间,有数字,我们注意听。 这包零食没过期吧? 没有。 生产日期写的是上个月,有半年的保质期呢。 男的是什么意思? 女的担心,这包零食没过期吧? 男的回答,没有。 那我们看到A,没过期,很有可能是正确答案。 男的话中还有其他信息。 他说,生产日期写的是上个月,也就是他找到了生产日期。 所以D,不对。 男的又说,有半年保质期呢? 所以C,保质期一年,也不对。 他们说的不是甜食,是零食,所以B,也不对。 到这儿,我们就很确定地知道答案是A。 数字时间题的数字,有时可能要进行一两次数字加减才能算出。 这就需要大家在做题的时候,把记录的时间,数字和事件对应起来,弄轻加减,一一对应。 另外,大家还要注意积累时间数字的习惯表达。 如果你熟悉提示数字的词语或结构, 那一些题目就会做得又快又准。 在帮大家分类总结之前,我们先来听一道真题。 从选项中,我们可以知道这道题和时间早晚,迟到没迟到有关系。 我们听的时候请注意,哪个词提示了时间和数字呢? 明天上午九点,我准时到。 我觉得还是提前几分钟吧。 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? 提前这是一个五级词,意思就是早一点。 所以听出了这个词,就大概知道D很可能是正确选项。 女的打算什么时候到? 明天上午九点准时到。 准时表示不早不晚。 男的说,我觉得还是提前几分钟吧。 提前就是早几分钟,所以D是正确选项。 提前这个词就是提示时间的词语。 还有哪些词呢? 我们为大家总结的还有, 前一天,第二天,早几分钟,晚半天,提前一天,推迟两个小时。 还有,宴会开始,活动结束,准时上班,聚会迟到,航班晚点,剩几分钟。 还有,来得及,来不及。 在某个时间,比如下周之前或之后。 我们来做个小练习。 下面有两个句子,说的是什么时候呢? 第一,天气预报说周四有大雨,比赛推迟两天举行。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推迟。 推迟表示比定好的时间晚。 推迟两天,也就是晚两天。 所以比赛应该在周六举行。 我们看第二个句子。 我们十点下课,还剩几分钟。 大家可以问问题,现在几点呢? 这句话的关键词是剩几分钟,表示还有几分钟。 也就是说,还有几分钟不到十点下课的时间。 所以,现在应该是九点五十几分。 我们再听一个真题。 这道题的选项是节日或假日,还是在说时间。 除夕是什么时候? 是春节,大年三十的晚上。 国庆节呢,在中国是每年十月一日的假日。 中秋节呢,是农历八月十五,人们常常吃月饼。 最后地休年假时,休什么假或者放什么假经常使用。 好,我们一起来听。 听说蝴蝶犬的景色特别美。 是,那是大理最著名的景点之一。 我本来打算国庆节过去转转,但又担心人太多。 你可以休年假的时候去,避开旅游高峰期。 男的打算什么时候去? 她打算国庆节去,可担心放假的时候人太多。 女的建议她休年假的时候去,避开旅游高峰期。 避,高峰都是五级词,常说避开什么高峰。 除了旅游高峰,还有早晚高峰,就是早晚上下班的两段时间,堵车比较厉害。 比如可以说,我每天很早就出发去上班,这样可以避开早高峰。 还有消费高峰,比如过节前人们买很多东西,会带来消费高峰。 这道题不用加减时间,女的直接说出了答案,就是递,休年假时。 除了这道题中的节假日,我们还要知道下面这些。 第一,春节除夕,刚才说过了。 第二,元宵节和除夕很近的节日,每年农历1月15日,也叫正月15。 人们在这天吃元宵或汤圆,所以叫元宵节。 第三,清明节,每年的4月5日前后,人们在这一天拜祭去世的人,踏青迎接春天的到来。 第四,午一假期,也叫劳动节,每年的5月1日。 第五,端午节,每年农历的5月5日。 进入夏天的时候,人们在这一天举行龙舟比赛,吃粽子,纪念爱国诗人屈原。 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的国庆节,中秋节。 第八,黄金周,有一周假期的节日,比如春节、国庆节。 第九和第十是学校的假日,分别是夏天的暑假和冬天的寒假。 了解这些节假日和文化,可以帮助我们很快地听懂对话。 我们来做个小练习。 下面两个句子说的是什么时候呢? 第一,咱们去外地避避暑吧,正好儿子在放暑假。 前半句中的避避暑,表示避开很热的暑气。 如果没听懂,那后半句中的放暑假也能告诉你,他们说的是夏天。 第二,每年元宵节前后,都会举行冰灯节。 从元宵节就能知道,应该是在春节过后,是冬天。 后边的冰灯节也是在冬天举行的活动。 我们再听一个真题。 今天已经三月十五号了。 那个调研报告,什么时候可以完成? 下个月中旬应该可以。 男的打算什么时候完成报告? 好,在这道题中,他们提到今天是几号? 女的说,已经三月十五号了。 男的说,调研报告什么时候能完成? 下个月中旬应该可以。 也就是四月中旬,选C。 大家知道中旬是什么时候吗? 是一个月的中间,十号到二十号这几天,都算中旬。 像中旬这类表示时间的词汇,我们帮大家进行了总结。 一起来看。 第一,傍晚,意思是快到晚上的时候。 第二,本月九号,本这个的意思。 本月九号就是这个月九号。 我们还说本年,本校,本人等等。 第三,二月初。 初是开始的意思。 二月初就是二月刚开始的几天。 我们也说年初。 第四,六月底或月末。 底和末都表示最后的意思。 六月底或月末就是六月的最后几天。 我们也说年底,年末。 第五,这个月上旬。 我们说过了中旬。 那上旬就是每个月的前十天, 下旬就是每个月最后十天。 第六,今年第一季度。 一年有四个季度。 每三个月一个季度。 所以,第一季度指的就是一月到三月。 这样算,第三季度就是七月到九月。 最后,十周年纪念日。 比如,一对夫妻十年前的今天结婚, 那今天就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。 我们来做个小练习。 下面两个句子说的是什么时间呢? 第一,我们二月底出发,十天左右回来。 二月底就是二月二十几号出发。 十天后,就是三月刚开始的几天。 所以可以说,二月底出发,三月初回来。 下一个句子。 第二季度末开始进入制冷设备销售的高峰期。 第二季度是四月到六月。 末表示最后。 第二季度最后,也就是六月,进入夏天的时候。 很多人购买电扇、空调等制冷设备, 所以出现了销售的高峰期。 我们再看最后一部分,表示数字的总结。 先听一个真题。 听这道题后,请大家回答三个问题。 一,房子什么时候买的? 二,难得贷款了吗? 贷款是五级词。 买房子,做生意,上学,都可以向银行贷款。 三,首付是多少钱? 首付是买房子时先要付的一部分钱。 这是一道常对话题。 我们一起听录音。 我听说你们买房了? 是,上个月16号订的。 是全款付清还是贷款? 一半一半,首付50%,剩余的是贷款。 关于男的,可以知道什么? 好,第一个问题,房子什么时候买的? 男的说,上个月16号。 女的问,是全款付清还是贷款? 男的说,一半一半。 也就是,一半贷款,一半买房时支付。 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,男的贷款了。 第三个问题,首付多少钱呢? 男的说,首付50%,也就是房价的一半。 剩余的是贷款。 这道题里的数字不都是时间,还有表示比例的。 所以请看我们总结的最后一部分,数字、词汇表达。 第一类是表示身高的厘米、米。 表示体重的公斤、斤。 比如,姚明的身高和体重怎么表达呢? 应该说,他2米26,140公斤或280斤。 第二类是屋子的面积。 用平方米,也说平米或平。 比如,篮球场大概是400多平。 第三类有百分之多少、多少倍、平均是多少、比例是多少等等。 最后还有,数字上涨、下降、时间延长、缩短等等。 我们再来做个练习。 第一,咱们仨一共花了240,平均每人多少钱? 仨表示三个人。 平均就是每个人花的钱应该一样多。 那每个人应该是80元。 第二,厨房10平。 客厅的面积是这儿的两倍。 客厅的面积是两个厨房那么大,应该是20平。 同学们,今天我们全面介绍了数字, 特别是表示时间的数字, 在考试中的常见词汇。 表达和话题。 详细分析了多个真题和练习。 下期将为大家带来第四讲,地点场所题。 谢谢大家选择我们的课程。 欢迎转发。 HSK五级强化课程会给你带来更大的进步, 更多的收获。 中文字幕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ch